財政部長張聖和喊話啦 他喊到說 頂星要全面退出台灣啦 在現在喊話之下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六大門派正在聚集於光明頂 這光明頂是哪裡呢 101 因為現在的滅頂行動 正在101要展開當中 在今天龍卷風裡面就要來揭秘 另外有一本神秘的筆記本 這本筆記本出來了 這本筆記本是一個滅火計畫的筆記本 但這本筆記本卻讓魏映衝 叉刺難飛啊 勢力鋼 什麼叫六大門派 因為現在有六股勢力在圍剿頂星 要他撤出101的精英權 那這六股勢力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馬英九 馬英九之前不是大家都說他是門神嗎 他現在已經發出五點聲明了 他發出聲明了 他就表示他跟這個東西沒有關係 誰在說我就要告 已經被人家講得沸沸揚揚 講了多少天啊 那其實很簡單 馬英九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門神 但至少他發出來 他就表示他跟頂星已經切割了 你看看他滿免愁容啊 是啊 然後再來財政部 財政部現在已經開始 已經直接跟頂星對上 現在已經逼他暫時先交出一定一個經營權了 好不容易總經理的位置走出來 現在給拔掉了 接下來當然要從各方面去圍攻頂星 再來銀行團也來了 銀行團要抽銀根 要抽銀根啦 然後讓他那些貸款你值押平 要重新補回來 現在不是第一銀行在兩億的周轉機 先把它停掉了 所以就開始銀行團出來 這一招對頂星來講就重了 不過禮拜五好像銀行團要開會囉 是 然後國稅局也來囉 國稅局要查他的稅 看你有沒有逃漏稅 如果你一逃漏稅的話 我馬上比照日月光條款 要給你追回你之前的租稅 然後這個也對頂星也是很重傷的一擊 那這樣子一查下去 頂星還受得了 根本受不了啦 我跟你講 現在連民間抗議都來了 最近有一個反黑心企業的聯盟 直接到101前面去抗議 你要知道101每天多少路客在那邊走 這個對頂星在中國大陸的形象 這損傷很大 你想想看101每天白天有多少的路客觀光團 這一抗議之下 大陸的康師傅的麵怎麼賣啊 更重要的就是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現在全部在滅頂 怎麼樣 你餵全東西我就是不滿 你那個送金超市我就是不去 我就讓你門口羅借 我讓你逼得你最後非給我推出台灣不可 那這樣六大勢力看起來 目前好像是頗有斬獲 但圍在這光明頂上 現在可是決戰時刻啦 但是問題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六大門派圍攻光明頂 如果在小說裡頭最後的結局是什麼 是功虧一虧耶 對啊 大家不要忘記這件事喔 沒錯啊 那現在其實頂星有沒有翻牌的可能 還是有的喔 因為很簡單 現在只是宋文綺 站待三個月的總經理 可是三個月之後呢 你總經理是不是要改選 三個月之後有變數了嗎 因為老實說 現在在整個101以後 范公股還是只有六席董事 你頂星還是站了五席董事 也就是說范公股只差了一席啊 那這個時候 只要民間的這兩個中信金跟國泰金 這兩個董事只要一導向頂星 他就過半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說這中信金跟國泰金 他們不往這宮股走 結果他們往了這頂星走 那頂星最後三個月後 仍然穩坐在那101光明頂上啊 只要超過二分之一的股東出席 超過二分之一的股東投票決定 他總經理就拿回來了啊 只要他總經理拿回來 101的經營權又牢牢在他手上啊 所以你意思是說 他只要隨時想復辟 我只要想復辟 我馬上都可以復辟得了 所以你現在宮股如果不趕快 緊緊抓住這個機會 對他狂追猛打的話 把他逼出101的話 老實說他隨時可以復辟 也就是說不能讓他在光明頂上面 要把他趕下山才行啊 而且頂星到最後他可能故意弄一個 只要不是姓魏的 隨便他找他公司某一個人來當代表 找個姓江的啊 是隨便啊 隨便找姓代的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直接就來當總經理 那看起來好像 跟他們為家沒關係 實際上經營權還是牢牢掌握在他手中 那你宮股能耐他何呢 所以大家要知道 圍攻光明底 在小說裡頭最後是失敗的 所以我們這次一定要成功 我們不能讓這個漢市再重新重演 所以我們一定要緊緊追殺頂星 不然的話 頂星一旦復辟 全台灣人倒霉的日子就要來了 那再來呢 頂星我在101的經營權鞏固到 那我為家這樣活得好好 魏英聰頂多一時的牢獄之災而已 但是問題是 好 你就算這樣切割 你魏英聰 我們現在就是要想辦法把它擴大 怎麼樣去把魏英聰 最正確的找讓你逃不掉 那逃不掉的關鍵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我們都覺得說 要讓魏英聰治罪他好像很難 因為他中間層層阻隔 很多人可能出來頂罪啦 那到最後你還是拿他沒辦法 但是問題是 據說檢方在地堡搜索的時候 找到一個關鍵的證據 不是東西都不見了 怎麼居然有找到東西了 其實當時已經收到了 但檢方並沒有明講 為什麼 這就是在法庭攻防的時候 我一舉致你死命 為什麼這個叫做滅火筆記本 有一本筆記本出現了 總共兩本喔 這兩本筆記本上面寫的密密麻麻 在講什麼呢 寫了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因為這是魏志明寫的 也就是魏英聰的兒子寫 因為魏英聰準備把 家裡事業全部交給魏志明 那魏志明就很細心的 把所有的過程步驟 全部都寫下來 這裡頭的步驟是什麼 你知道嗎 寫了什麼東西 三次這個油的危機 同一是玉树橄欖油 強灌的油染收水油的時候 然後頂心飼料油的時候 他們每次發生事情 他們怎麼沙盤推演 怎麼去運作 怎麼樣去切割 你說那本筆記本 詳實紀錄 如何沙盤推演 如何進行攻訪戰 他全部都寄下來 我跟你講 甚至他裡頭還寄什麼 寫了什麼 魏英聰把他自己 在商場的人脈 一個一個交給魏志明 就讓他接班 然後他們頂心哪一些老成 能夠輔佐魏志明的 也都把名單都列出來 還現在能夠幫助他 這本筆記本 你們記得還真小事 居然被檢察官給找到了 那你想想看 這本筆記本 如果一曝光的話 那代表什麼 你魏英聰跟魏志明 從頭到尾就知情嘛 你根本都是在裝傻嘛 你想想看 這邊在搞的是什麼 高層沙盤推演 你怎麼樣去脫罪 你都想想記憶 全部都記錄下來 那如果這個資料一出來 你魏英聰還能狡辯嗎 所以立剛你有沒有想到 將來可能會出現一個 很有趣的畫面 什麼畫面 就是在魏英聰的案子 在審理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 父子同庭對職的畫面 你說連他 兒子都要上去跟他對職 因為筆記本是你寫的 所以到時候 那你要跟魏英聰對職 這些是不是魏英聰交代 給你要怎麼樣做 怎麼樣去處理的 你全部都要交代清楚啊 所以我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其實裡面有一個畫面 魏英聰出來好像一個 疑似尿絲褲子 這樣一個情況 那會不會是他一下 他知道的這個 筆記本曝光了 他知道他 再也沒有辦法隱瞞了 才造成他這樣 心理這樣的震撼 那因為大家 不要忘記喔 通常這種父子 同時出庭 都有可能涉案的情況 會怎麼樣 通常是把責任推給父親 然後保住小孩子 因為小孩子是未來的希望嘛 是 大家記不記得 扁案的時候 是不是後來他的子女啊 他女婿都出來做位證 結果後來還被法庭追溯 對不對 那現在是不是魏家 同樣的情況 會不會一樣 棄魏英聰保衛自民 到最後魏英聰就真的 插刺眼南非了 一本滅火筆記本出來了 這一本滅火筆記本 可能真的會把 魏英聰給滅掉了 但是呢 在101的保衛戰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 這財政部長張聖和呢 想盡辦法了聲音越講越大了 看起來好像可以把暫時 把這頂心給排出去 可是呢 現在股份37% 還在那魏家手裡面呢 不過財政部手裡面 有一招殺手劍 這一招終極殺手劍 只要一出招 魏家不想賣 都得賣 對沒錯 我畢剛你講的對 現在殺手劍是怎麼樣呢 你雖然吃掉總經理對不對 對 你下一個股權 沒關係 我他也會招殺手劍 我們公司法有一個規定 最新的一個規定 是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是說 我如果 我的股份 超過50% 如果有抵押的話 那那部分是不算投票權的喔 你是說超過50%抵押的話 我簡單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是一股就有一票嘛 對不對 那一股 規定就是說 譬如說我現在假設 我的股份來講的話 譬如說我現在以他為例好了 他平均差不多80% 7%都是直接質押的嘛 對不對 那其中這個部分就超過了50% 直接的一個門檻喔 對啊 因為他直接就到了87%啦 就定義說 這37%這些股份是不可以投票的 你只有50%以下能夠投票 好 那這就是財政部呢 根據公司法呢 有一個殺手劍 簡單講 你要投票 大家來比啊 但是你這個當中不可以算 這招看起來是不是有下對不對 對 沒錯 可是呢 我還是不賣嘛 我還是抵押在那邊 我就是不賣 你才這不奈我合呢 話說回來 其實我們看一下 以101他的股權來講的話 他的資本額差不多150幾億嘛 對不對 那你說好啊 我30幾% 我不要總可以吧 那我還是有投票點 至少要保留個一檔或者一間嘛 對不對 還是沒有完全退出對不對 是 好 那他還認為說 這錢也不得錢了 搞不好我拿個四五億 我就把你處理掉了啊 咦 這樣想一想 好像也有道理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還是不怕哦 稍後時間出來他還是不怕哦 我只要把他還到50%以下 我就能夠投票了啊 沒錯啊 對不對 好 不怕沒有關係 那錢還一還就好 反正魏嘉最多的就是錢啊 對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在這個 台灣的排行榜裡面 魏嘉四兄弟 總資產 其實他是超過了2500億 唉唷 太得了耶 你說你拿個幾個億 那哪有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是 他現在拿的是現金哦 我們早上是沒有告訴他 他的信用貸款 就已經超過多少了 台灣的信用貸款 要買200億啊 全部通通400億 不是你拿到四個 拿出來解決就好了 是不是 我只要一縮贏根 那你不就倒了嗎 好 那 頂心就想說 但是頂心有2000多億啊 不過大半都在大陸啊 可是問題來了 2000多億的資產 不是完全現金嗎 不是現金而已啊 他可能有其他資產啊 你是要變賣資產 去換現金對不對 好 那你剛剛提到 我現金在大陸嘛對不對 那我匯回來總可以吧 我跟各位講 其實我們昨天傑明哥 已經有提到了 如果從大陸前 你要匯到台灣 那是要被扒皮的你知道嗎 你要算一算 划不划算 我今天稍微講細一點給大家聽 如果說你從大陸 你要匯出 注意要匯出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我只是列舉兩種方法 有可能方法 一個正常的管道 如果你是用支付出口佣金的名義 在09年的時候 中國規定 這個部分要扣掉5%的營業稅 那你的意思是說 我匯了100億 我就要抽5億的營業稅嗎 那第二個你說 那我不要出口佣金 我用業務的利潤 譬如說我賺錢 我會回到台灣 可以吧 好 這時候他匯的成本 大概5%到12.5% 不等 這麼高 對對對 好 不等 那也就是說要多一層皮 要被扒 但是問題是這樣 中國經常會給你走 還不一定 你就說錢可能會你匯得出來 你今天你台灣欠200億 我直接讓你匯200億到台灣嗎 那這樣子在大陸上 錢就變少了 對啊 再來你匯到台灣來 好 你做錢我匯到台灣來 好 我幫你想辦法可以來 我們台灣有兩種 一種你台灣設子公司 一種台灣你設分公司 這兩種稅利是不一樣 如果你用子公司的名譽 平均稅利 我們把它算起來 大概是33.6% 如果你用分公司的名譽 從大陸匯錢進來 現在 至少你還有一個營業稅 要扣掉 哇你這麼一講話 那我匯個錢過來 我中間被扒了5% 我後面又被扒了17% 如果你這少一點的話 那我不划算 對 我100億進來 在大陸就被扣掉了5億 到了台灣又被扣17億 所以你要這樣算算 有沒有 至少你要扣掉20%以上 你覺得划不划算 不划算 不划算嘛 也就是說 如果多拿到20% 我只保住在101 可能衛家不願意幹這事了嗎 他真的來講不划算 好 那可是呢 我們再想一個問題 那你衛家 你願意被扒皮嗎 願意嗎 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衛家裡面 你注意看 這層皮 他會思考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其實你知道嗎 今天央行總裁 他有對外表示 我們不是歸於返鄉嗎 衛家是一毛錢都沒有拿回來 他全部都是怎麼樣 用發行TD2在台灣 對 他先弄了資金 再來買他要的東西 然後呢 甚至我跟你說 據說 詠春的 你知道還有詠春的 還會出去 蛤 還會出去 詠春的還會出去 好 那我們現在看 我們統計過後 五年前你買一股 是不是13塊錢 對 那現在 據說 市場行情 101賺錢的 有含到42塊錢 也就是說 現在那個股票更值錢 你知道嗎 我們這樣換算回來 我們直接算給大家 直接賺了150億 哇 光股票賣掉就賺150億 好 沒關係 你跟我說你股票還要賣 四月一塊沒人買 不然我幫你打對做好不好 你也沒人買 不然我13塊賣你好不好 各位 這13塊是怎麼樣 我剛才不是說 他回到台灣也沒有帶一毛錢 沒有 沒有 這是誰的錢 我全民的錢 還不是發行TDR的錢 TDR的錢 就算你今天賣掉13塊 我跟你講 這些錢他還是賺錢的 所以跟你講 你現在退出 我說你怎麼算 你也是我們贏的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看看現在這個時候 他即使股票用13塊賣 他還是賺 為什麼 因為他發行TDR 所有的錢都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我們全台灣人民的 但是我們注意 在昨天早上的時候 101的股東會的時候 這個股東會有個很大的轉折 轉折的時間點就是 那最後結束的兩個小時 可是你會發現到股東會 總是會在結束的時候 其實這魏家 他們根本不願意辭 可是魏英交 為什麼在兩個小時之後 突然之間大轉變 有人就說 門神 關鍵就在那個門神 有人打了個電話給魏家 一打完之後 馬上辭了 這個人是誰 後來有人就出來講了 就是我 那個人是誰 其實就是金管會的主委 曾明忠 但是曾明忠 為什麼他那通電話 那麼有利 馬上魏家就聽他們的呢 今天竟然有一個人 可以像八點檔一樣 讓他能夠低頭 同意了 這個人厲害 這個人就是那背後最重要 府院裡面最高的門神 我們道代道代道代 昨天早上 這個101開董事會 那麼所有的公股 念了一個文章說 你就是要辭掉 副董事長跟這個總經理 可是魏英交 他不理啊 也寫了一篇文章 他這麼不理啊 我愛台灣啊 對啊 我怎麼可以成 你現在看到董事會裡面 他講話還是很強硬的 對啊 我的油絲不是黑心的 我怎麼知道我弟弟 幹了什麼事情 我對台灣這麼多貢獻 那奇怪了 為什麼才結束後 不到兩個小時 他轉換了呢 這個神秘的人士 到底是誰呢 這個張聖盒說 是一個政府的人員 好 那總要趕快找政府人員 因為說政府人員 趕快找找找 我們看下一張 出現了 是他 曾明忠 曾明忠不是金管會主委嗎 他之前是財政部次長 然後接著跟金管會主委 對 那為什麼他這麼有力呢 出身的人 一個事務官出身的人 跟政治有什麼關係 事務官業什麼東西 他一路就是只知道 怎麼把事情做好 然後老闆交代把事情做好 可是他跟馬英九 少年長官交辦事情 他把它做好就可以了 他跟府院一定沒有關係嘛 是啊 但是他跳出來說 那我們聽看 他說什麼好不好 他這麼有力 可以讓這未加改變 我看他像是門童吧 根本不想個門神啊 對啊 所以我想說 怎麼來證明他是一個門神 基本上他就兩扇門嘛 那我們來看他說什麼話好不好 他說什麼 來看一下 他說啊 他這個電話 他講的一樓 因為他進行跳出來 也就是我嘛對不對 他說 他跟他講 你馬上持去台北101位 職務越快越好 你有沒有注意到 哲明中這樣子一講 越快越好 居然講話這麼的強硬啊 我們再來看一下 要持得乾淨 包括總經理和副董事長 全部持去 第三句話 還是說他們兩個人的私家 好到這種程度 他還可以叫他們 持得乾乾淨淨淨啊 第三句話是 當天立刻馬上 搬出副董事長辦公室 拜託101是他們魏佳仁 最重要的一個指標 魏佳仁最重要的一個光門頂 為什麼居然還叫他搬出這個辦公室 誰吃他力量 誰吃他神奇力量 而且我們仔細看 這些內容好像 我們這個財政部長也說過類似的話 可是財政部長講話沒有像他這麼的強硬啊 所以囉 很明顯的事情 到底是誰那個神秘的這個 這個power讓他決定改變了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這有關鍵的一句話 在今天 在這個昨天早上 一開始的時候 有個關鍵的話 當時 這魏佳做好 魏英佳做好了 董事長宋文綺做好了 宋文綺拿一個紙上面說 的第一句話是 易營的兩億資金呢 決定不需繼續借101大樓了 你說周轉金 周轉金 兩億沒了 搞了半天 原來101大樓有借216億 怎麼這麼多啊 對 101大樓之前借的 但是重點是這不關魏佳的 那講這個魏佳當然想說 那不是我的錢啊 你超小的 那是你101借的 但是重點關鍵是 易營出現了 怎麼說 易營 易營 易營怎麼會說 易營就當時他那個地寶 用1%的自備金 就給他借了99% 你說那個就是第一銀行借他的 也就是說第一銀行 今天周轉金不給了 那魏佳開始擔心我的地寶了 沒錯 長期負債51.98裡面 就趙豐跟易營 短期負債裡面 50.84也有趙豐 也是易營 所以看得出來 可是請 立綱你一定要看一件事情 這個利率區間 一般我們窮人借錢利率區 往這邊看 但是像魏佳借錢 是往這邊看的 怎麼說 為什麼還有差異 原來窮人家借錢利率還比較高 開玩笑 你看背後代表是誰 窮人家沒錢 怎麼反而利率高 所以就是欺負人 但是重點來 關鍵是易營 易營還有趙豐營 所以如果易營抽銀根的話 他的480應該怎麼辦 原來如果這樣的話 那這樣子魏佳會完了 有一個我們不知道神秘人物 他可能打電話給金管會 跟這個財政部說 如果魏佳不屈服的話 直接抽他銀根 所以用易營這個神秘的字眼出現 易營一出現 魏佳懂了 有一個已經在暗示你了 真正的高手說話了 但是我們還是很好奇 到底這個高手是誰 真名中就是那真正的高手嗎 一通電話魏佳就得低頭了 不過在今天的時候 國際上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一枚火箭在美國升空的時候爆炸了 但是這枚火箭的爆炸 代表的是美國太空的未來的發展 出現了一個非常坎坷的路途 因為以前是由NASA在主導的整個太空計畫 但是現在呢 是由這艘天鵝號太空火箭 這艘火箭是誰 是一個民間公司在發展的 但是這也代表著什麼事情呢 這也代表著未來 這國際太空站上面的運輸任務來說 是否在這枚火箭爆炸之後呢 將會有重大的影響 這個事情發生在今天早上6點22分 凌晨6點22分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是民間軌道科學公司 他的一個叫天鵝座運輸太空船 對 他就如期從那個 迪西尼亞州那邊發射 發射一開始是OK的 看起來都沒什麼問題 剛升空的時候你看 火箭順利的升空了 就點火然後開始升空 可是升空之後 起碼從頭開始不對 你會覺得那個火箭好像停滯在那邊了 沒有繼續往上飛的感覺 所以他沒有再往上升了 然後接著 你注意現在畫面當中 在第六秒鐘的時候 突然之間就爆炸了 發射座離開了 現在火箭已經開始正在升空了 但是我們注意 升空才6秒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注意到 火箭現在這個時候 好像整個停滯下來了 然後突然爆炸 對 他那邊突然冒出大量火花 然後就爆炸 爆炸之後 墜回地面 墜回地面之後 又引發第二次大爆炸 因為發射台 也被他一直摧毀掉了 對 因為那個距離太短了 因為他在非常低空 就已經爆炸掉了 是 那這個情況 就不免讓人家聯想起 11年前的一件事情 11年前 11年前 哥倫比亞號 是不是 2月1號那天 太空梭 當所有人都期待 哥倫比亞號完成任務 從高空回來的時候 你想想看 每次在卡納維爾角太空梭 在發射的時候 有多少民眾 用著望遠鏡在觀看 拿回來的時候 因為太空梭降落 像飛機一樣 這樣降落回來 所以有很多民眾看 因為那個姿態真的很帥 我小時候也很喜歡看這個東西 結果那天大家等回來 居然不是太空梭 居然是火光跟碎片 從天空直接這樣掉下來 被外星人擊落的 因為當時福斯電視公司 有拍到一個畫面 福斯用望遠鏡拍攝的 對 那哥倫比亞號回來 就在出發的時候 居然拍到兩個 像UFO一樣的東西 接近這個哥倫比亞號 怎麼會 哥倫比亞號 你在太空梭飛出去的時候 怎麼會有這種光點 像UFO一樣的東西接近你呢 所以大家想說 哥倫比亞號 根本是被外星人監視 然後在返回地球的時候 在外太空就已經被 外星人把它擊落 擊落之後爆炸就掉下來 外星人把我們的哥倫比亞號 給摧毀了嗎 因為這個影片看起來 真的非常像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外星人 不希望我們地球人的 外太空科學成功 所以故意把哥倫比亞號擊落 但立剛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如果真的是這樣 會不會太吊詭了一點 怎麼說呢 因為外星人 為什麼要去干涉地球這種東西 而且如果他真的要擊落哥倫比亞號 他隨時都可以把他擊落 為什麼要等他完成任務 回來的時候再把他擊落 哥倫比亞號上面在了不能說的秘密嗎 難道是這樣子嗎 當然沒有人知道 可是很多陰謀論者還是相信 哥倫比亞號是被外星人擊落 但是問題是到了去年 又有一個新的說法出現 去年就是有一個人 他是以前太空說計畫的經理人 叫韋恩哈爾這個人 他在他部落格的揭秘 揭秘了什麼 他說的揭秘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哥倫比亞號不是外星人擊落 但是哥倫比亞號的災難是一場謀殺 怎麼說呢 哥倫比亞號怎麼會是個謀殺呢 他說其實在哥倫比亞號 那個太空梭在發射升空的時候 當時因為那個組件可能沒有裝好 從燃料箱那邊掉下一塊泡棉 就那個泡棉把那個哥倫比亞號的左翼 這個地方砸出了一個洞 然後砸出了一個洞 所以你意思說哥倫比亞號在外太空當中的時候 他已經有受損了 他已經受損 但就繼續這個任務就升空了 那問題是再來講你砸出一個大洞 太空梭上面這麼多監測遺跡 他應該馬上就發現啊 對啊 正常來說 所有的監測遺跡就會監視到 這太空梭上面已經有問題出現了 這就是為什麼哈爾說這是一場謀殺的原因 因為你地面任務中心 本來就知道已經出了這個問題了 結果你從頭到尾沒有通知這七名太空飛行員 然後呢 為什麼不通知 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說 他們已經想盡了所有的辦法 根本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與其這樣子讓他們擔心 到後來還是一樣遇難 不如就讓他們在完全不知道的情況下 所以他們地面的控制中心 居然這樣太空梭這樣子下來 而且讓他們這些太空人員 在最後一刻 最後一秒 都不知道自己要面臨死亡 是 立剛 那我們就在想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沒有證據可以支持哈爾的說法 對不對 那實際上呢 後來 你知道 從那個 我們大概有八萬四千個碎片 後來收集到 現在都還陳列在那邊 然後呢 有人就去找 找到裡頭黑盒子 結果那個黑盒子一樣有記錄 那個太空梭上的一些狀況 結果就記錄到 確實當時真的記錄到 你知道有溫度異常 就是在返回大氣層 在跟任務中心 就失聯的前幾分鐘前 大概就已經偵測到 機艙內部溫度異常 代表什麼有熱源已經入侵了 那就表示你有破洞 這個熱源才會入侵嘛 後來呢 他們就研究出來 就去觀察當初太空梭 那個發射的時候影片 確實證實我剛剛的說法 有燃料箱那邊掉下一塊泡棉 泡棉就砸到了左翼 所以就這塊泡棉 就這塊泡棉去打到了 那個碳頭的本體 不可思議 一個泡棉怎麼可以把 那個是強化炭熱 隔熱碳板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隔熱磚明明結構那麼的強 它可以耐到六千度以上的高溫 為什麼這樣的泡棉 就可以把它收水 這個泡棉才1.7磅 還不到一公斤重 然後呢 你看這麼小一個 大概就跟公司包差不多大小 所以大家就去實驗 要做實驗才能證明 到底這個理論是不是對的 結果你知道他們用什麼方式呢 就是用一個叫機槍 不是那個機器的機 是攻擊母機那個機 機槍那是幹嘛 專門來測說 飛機如果遇到鳥籍的時候 會反正什麼樣的變化 那他們就把這個泡棉 裝在這個機槍裡頭 你說裝進機槍裡面 要去做測試了 然後就模擬 你說就像這個 就是鳥籍的測試的機槍 有沒有看到 類似這樣子 然後呢 他就模擬當時的速度 當時的相對速度 大概是500英里 也就是800公里左右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速度很快 你看那個 飛機的那個玻璃的倉罩都會破裂 都會破裂啊 這個很正常啊 所以他們就把這塊泡棉 裝進去之後 用時速800公里 然後往那個機翼上面打 就是用一個模擬的 那個強化隔熱碳板 上面去打 就打結果呢 就你知道 就這麼一塊輕輕的泡棉 不到一公斤的泡棉 用800公里的速度 這樣打下去之後 竟然破出一個25公分的大洞 居然會破洞喔 是 但是呢 我跟你講 這一切是證實了 太空人當時發生事情的時候 其實他們在 哥倫比亞號升空的 第二天就已經知道出現這個狀況 可是太空任務中心 始終沒有停止任務 也不願意跟他們講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因為怕在一講之後 大家去想這個辦法 消息一曝光 你預算會被刪減 你以後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 所以就故意隱瞞下來 就繼續這樣弄 可是問題是 你到最後出了事 結果什麼 結果太空縮的計劃 還是永遠退出了美國 太空縮的計劃 到後來還是中止了 但是美國現在用的是 民間的太空 火箭發射中心 這種計劃來說呢 這樣子cost down之下 未來的太空發射 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多 但我們說到太空計劃的進行 在當年的時候 阿波羅計劃是個登月計劃 大家還記得電影 阿波羅13號吧 阿波羅13號 太空船要返回地球了 因為最重要是任務失敗了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在太空當中的任務呢 其實失之好理 可是差之千里啊 阿波羅13號是人類呢 第三次有載人 然後去做登月計劃的計劃 對 可是呢 乍看之下好像很順利 因為他升空之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誰曉得升空之後沒多久啊 當時指揮官 我們知道在這個電影裡頭 Tom Hanks不是就演那個指揮官嗎 就James James就發現 哎呦 我們這個太空梭的 這個氧氣罐好像有點問題 結果呢 指揮中心就我們常講的 電影中常聽到的 Houston 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阿波羅阿波羅 你們現在去翻動一下那個氧氣罐 他氧氣罐有分1號跟2號 他就跟那個服務艙的這個駕駛員 你去翻動2號罐 翻動一下 讓氧氣可以平均分布 不翻還好 一翻之後呢 他竟然引發了爆炸 這是一種說法 這是一種說法 引發爆炸之後呢 連帶我們知道爆炸都會引起連鎖效應 包括服務商很多的一些設備 尤其在外太空 如果發生爆炸 那可不得了啊 對啊 好啊 引起服務艙其他的一些設備 還有我剛才講到2號氧氣罐 就代表還有1號氧氣罐 也跟著受損 這是一種說法 那第二種說法則是講說 很單純就是小行星 砸到了服務艙跟登月艙 好那不管哪一種說法 總之一句話 你阿波羅132就出事了嘛 你不要小看 維生系統是整個太空梭 最重要的一個命脈啊 是 你氧氣罐沒有了 沒有維生系統 這些太空園怎麼活下去啊 不只喔 立剛 我們看事情不能只看氧氣而已 沒有氧氣還會沒有電力啊 因為他的電力是靠氧氣 去運作而成的 這個時候指揮跟James 他想玩啦 我們這下不是死定了嗎 可是很妙喔 在電影當中各位 有沒有看到Tom Hanks 他非常鎮定的 去跟Houston講了一句話 這時候 這裡就是這部電影的經典台詞 We have a problem 不過我要這邊跟觀眾朋友 爆個料 電影中台詞是這樣 但實際在1970年4月出事的時候 真正的指揮官James他講的是 We've had a problem 是用完成式 這個也滿有趣的 講的話其實是有一點出入的 不太一樣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We have problem 就是有問題嘛 是不是 這個時候 Houston就跟這三位 如此鎮定的太空人員說 那我們就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首先逃命優先 常常講嘛 人命比駕駛機具還值減嘛 對不對 怎麼逃命呢 觀眾朋友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做個抉擇了 你是選擇用服務艙逃命 還是選擇用登月艙逃命呢 當下James跟Houston討論的結果 他們決定用登月艙來逃命 但是我真的覺得James下了這個大膽決定 很厲害 因為登月艙他是只能提供兩個人 做兩天的一個工作 可是現在他們是三個人 那三個人怎麼辦 回來要四天 那這樣子實際又長 兩棲的攻擊量又不足 那這樣子的話 不就要出問題了嗎 你剛剛看到兩個點嘛 第一個你人多一人吧 天數變double 兩天嘛是不是 我們先不要講你养 那這樣子可能有人就要犧牲囉 我看可能要出人命 我們先不管講說 氧氣夠不夠 我光講 你呼出來的二氧化態 在登月艙裡頭 怎麼過濾掉啊 首先就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Houston 怎麼跟這三個人 起手並心的來解決過濾區的問題嗎 用一樣 透過這個我們講 無限天就要告訴這三個人 你們想辦法利用你周邊 服務艙也好 登月艙也好 任何你想得到的東西 你去給我連結起這個過濾器 把它改進一下 直接用現有的工具要改變 哇 真的 這些人真的是受過嚴格的訓練 好 這個問題克服了 克服之後 Houston又繼續講 指揮官 James 你必須把所有的導航 還有控制系統關掉 那我不是變瞎子了 關掉要節省電力嗎 你講對了 變瞎子沒關係 你沒有動力才真正有關係 所以必須先節省電力 好啦 節省電力沒有導航系統的控制之下 就這樣 我講到這邊觀眾朋友 你覺得這不就已經是困難重重了嗎 不過我告訴各位 就在他們齊心協力的情況下 最後我們就看到了燈月昌 打開了降落傘 成功降落在地球上 我們注意到 阿波羅13號任務雖然是失敗 但是最重要是 太空人員順利的回到地球上面了 不過在地球上 其實考古人員也非常的辛苦 因為最有名的木乃伊 圖坦卡門 大家一般認定 他的畫像 感覺起來都應該是個大帥哥 可是許多的女性朋友們 也覺得圖坦卡門是個大帥哥的美男子 但是現在呢 在一個重建的計畫當中 圖坦卡門的真實面目出現了 究竟長得什麼樣子呢 我們休息一下 來揭秘